第九十七章 超凡古兽 虽然西域和佛门在过去的五百年里 都是守望互助的盟友 但彼此之间并不缺乏明争暗斗 尤其在对待儒家读书人的事情上 佛门积极宣传 做到了仇恨普及 但凡是佛门信徒 有一个算一个 基本都仇视中原的读书人 这个梁子是当年云露书院推行灭佛解下的 众所周知 中原朝廷是读书人的天下 满朝朱子贵 竟是读书人 因此 大乘佛教徒们心里难免忐忑 话说回来 中原的气候确实不一样 空气更加潮湿 呼吸间仿佛都带着香甜的气味 阳光灿烂 但并不毒辣 这群西域来的信徒们 已经在途中陆陆续续地摘掉了 防暑防晒的包头帽和袍子 另外 沿途所见 青山绿水 路边的野草绿意喜人 路边的野花散发芬芳 这不是说西域就没有花田青山 而是中原大地给这群西域人 一种难言的温柔和细腻 西域风景更多的是一种粗广和广袤 竹赖哥 咱们以前要是生活在中原 也不用乞讨嘛 山上到处都是可以采摘的果子 一位年轻人指着不远处 沉甸甸挂在树梢的野果 说道 竹赖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此间处处都是生机 顿了顿 他环顾周遭 对身边的大乘佛教信徒说道 许阴罗在中原一言九鼎 而他是三千世界至高佛 是大乘佛法的开创者 必然不会亏待我等 诸位同门放心便是 经过数月的佛法洗礼 他已经退去世井乞丐的油滑和鬼祟 诚心皈依大乘佛教 正好此时 前方关道马提德的 尘埃阳起 一对穿着轻甲的骑兵 急驰而来 大乘佛教徒本能地警惕起来 神色紧张 静思压了压手 简单安抚了信徒后 主动迎上去 嗯 骑兵在他面前勒马急停 为首的军官沉声道 大师可是静思 静思汉手 双手合十 正是贫僧 此处可是盘山县 为首军官孝道 凤雷周部正史司之令 特来迎接静思大师 以及众大乘佛教徒 说着 他在马背上伸长脖子 做远跳姿态 密密麻麻的人流 沿着官道 一直到视线尽头 年轻的军官心里当即有了判断 这支大乘佛教徒队伍 人数超过两万 听说是来迎接自己的 静思身后的大乘佛教徒们 心里烧定 静思和尚道 劳烦官爷带路 年轻军官点了点头 调转码头 缓步走在队伍前头 负责带路 沿着官道继续往前 途中 在官道两侧 是一块块划分有序的田地 金色的麦浪 起起伏伏 农户手里 镰刀收割庄稼 他们在阳光下劳作 大汗淋漓 但蓬勃的生机 和丰收的喜悦 让沿途的大乘佛教徒 为之向往 都说中原土地 富饶肥沃 果然不假 他们对自己的未来 对大乘佛教的未来 有了点信心 毕竟背井离乡 远离生养自己的故土 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面对未知的前途 忐忑和不安才是常态 半个时辰后 一座略显破旧的城墙 出现在视野中 静思问道 此处便是盘山县 我们的寺庙就在城中 年轻军官摇摇头 你们还没有寺庙 也不是住在城中 雷舟不正史思 从未想过 要让西域人和中原人 混居在一起 这必然会带来 频繁的冲突 制造麻烦 静思皱了皱眉 大乘佛教徒 千里迢迢来到中原 风餐露宿 现在最需要的是 休息和食物 可这位军官 似乎根本没打算 让进城 那自己带来的 这些信徒 住在何处 怀着对杜鄂世书的信任 对许英罗的信任 他没有抗议 在军官的带领下 绕过县城 继续前进 小半时辰后 一片秀丽的山脉 出现在前方 这片山脉地势不高 但异常秀丽 充斥着勃勃生机 山脚下是连绵的田地 以及一条蜿蜒的大河 河边搭起了连绵的帐篷 通往山脚的大道上 无数民夫推着平板车 运输着砖块 木材往山上行去 静思的目光 顺着劳作的民夫网上 看见山林眼印间 一座庞大的寺庙 已出具规模 大乘佛教徒们 显然也看到了 他们脸上用西域语言 嘀嘀咕咕 一副强压着喜悦 和期待的模样 静思望向那名军官道 此地便是年轻军官汉首 以后这座盘山便是你们栖息之地 山脚下 以及更南边的这些田地 是朝廷赠予你们的 在你们彻底安定下来之前 有任何事都可以与盘山县令沟通 不过 在寺庙建成之前 你们只能住在山脚的帐篷里 顿了顿 他露出笑容 盘山县人口不多 建这座寺庙 耗费人力物力极大 正缺人手 静思大师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啊 接近两万的大乘佛教徒 可都是免费的劳力 应该的 静思当然不会有异议 他转身面朝大乘佛教徒们 把大奉朝廷的安排 以及帮忙建设寺庙的事 告知信徒们 年轻军官坐在马背上 虽然听不懂西域话 但人群里爆发出的呼声 让他看得出 这群西域佛徒 非常满意朝廷的安排 一 振选了雷州 楚州中部地区的六处郡县 安置大乘佛教徒 为了防止与当地百姓起冲突 安置地点多是在山中建寺庙 或扩建荒村 改造成寺庙 四 陛下 相关政令可有推行 一 未曾 楚兄有何高见 曾经在西域游历数年的 楚元枕积极发炎 四 可减免大乘佛教的赋税 分配田地 但杜绝信徒捐赠田地的行为 且按照人数分配的田地 不能变动 一 大乘佛教若在中原开支散叶 顿入空门者会与日俱增 此法短期可以 长期无效 三 为大乘佛教徒 制造专属黄册 这样可有效杜绝野和尚 以及寺庙私自收图 无序扩张的情况 这时 许其安跳出来发表意见 在讨论政务时 通常就一号三号和四号 避避个没完没了 其他成员默不作声 真正想皈依空门的人 不应该被所谓的黄策束缚 横远大师放下手里的地书碎片 心里抗议了一声 但他很理智地没有去反驳 因为一号三号和四号都是牙尖嘴利之辈 说起来便没完没了 通常面对这种情况 横远大师会双手合十说 几位施主说得对 横远收好地书碎片 抬头 看一眼白凤山中的青龙寺 默默登山 他穿过寺门 在一位小僧的带领下 来到青龙寺主持 檀树和尚的禅房外 横远师兄 主持恭候多时 小僧说完 低头退走 横远站在门外 略作犹豫 轻轻扣动了房门 进来吧 禅房里传来苍老的声音 横远推开门 在支的声响里 迈入门槛 看见盘坐在蒲团上的老僧 三年未见 盘树僧人愈发苍老 脸上布满老年般和皱纹 唯有目光依旧清澈 温和地望着他 弟子横远 见过师父 横远双手合十 攻身行礼 盘树僧人缓缓道 你可知为何寺内同门 自小便排斥你 横远摇头 弟子愚钝 盘树主持轻声道 人人都在妒忌 骗你要度人 自是排斥你的 我知你过去的苦闷和不解 为何师兄弟不惜你 为何为师冷眼旁观 你喜欢研读佛经 参悟佛法 但为师却不许你修缠 横远默然不语 他自幼在青龙寺长大 但与同门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等亲手带大的师弟 横违失踪后 便对师门再无眷恋 选择离开山门 一走就是三年 这里面 盘树主持的冷漠 占了很大原因 盘树主持叹息道 因为我教不了你 横远愣住了 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答案 盘树主持道 为师苦修一生 也不过度人而已 横远低声道 度人多己 都是善果 度厄罗汉脱离西域佛门 创大成佛教 此乃大势所趋 青龙寺里当顺应大使 拥戴度厄罗汉 横远 你是天生的大成佛教徒 又与许阴罗关系莫逆 盘树主持说道 为师今日寻你回来 便是想将主持之位传于你 横远愣了一下 不等他回应 盘树主持双手合十 闭上眼睛 微笑道 你已寻到自己的道 恭喜 横远没有拒绝 双手合十 供身行礼 当他再次抬起头时 盘树主持已燃圆计 横远默默地凝视着他 宛如雕塑 四天见 四楼的某个房间 房间宽敞 搭建着九座传送台 分别对应不同大洲 第九座传送台 对应的是海外 持有足够数量的传送玉符 可以通过连续数次传送 一直抵达焦人岛 而焦人岛并非终点 九尾湖带着什么后裔走到哪 传送阵就会见到哪里 以确保他不会迷失在茫茫汪洋中 突然 代表着南疆的传送阵亮起 穿着黑色纱裙 打扮清亮的女子 出现在台上 他有着一张秀美的鹅蛋脸 五官立体 双眼蔚蓝 耳垂挂着两条戏长小舌 新古部首领纯烟扫尸一眼 离开传送台 推开房间的门 在廊道尽头 找到一位白衣术士 介绍了自己身份后 他说道 劳烦告知许银罗 极渊古神之力喷勃 诞生出了两尊超凡镜古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